香港公投 標迫50萬人 昨天一群行動藝術家 在香港鬧區銅鑼灣 用紙張塞住自己的嘴 拖著白色的甲珠 吸引許多民眾為觀 廣東話白皮書和白皮豬 是傷勁的因 就是一種諷刺 白皮書出了以後 就覺得我們的法治受到很嚴重的危險 這次的文件的公投 雖然沒有法律左右 但是這是特別重要的意思 我們做一些行動 要市民去投票 昨天是香港和平戰中全民投票的第二天 發起公投的公民團體 希望能選出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的方案 並將結果交給政府 全香港有80個服務據點回答相關問題 而網路公投人數到昨天下午 就已經突破50萬人 非常感動 真的以上演員為傲了 最近白皮書的發表 還有一個黑客的攻擊 我想像人非常慌慌的部門 覺得人最基本的 公民權就受到打壓了 所以就一定要走出來投票 針對中國政府表示 這次公投非法無效 陳建民說公投不違法 沒有法律效益 但代表的是民意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不可能不面對這種民意的 動新聞綜合報導 在這裏 中文綜合 在這裏 中文綜合